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感谢收看三老大叔为您带来的DOTA R 7.33C游戏性更新也就是先版本讲解的一些介绍和一些前瞻以及对于强势英雄的一些分析和未来比赛的一些预测啊 那么这次的更新呢可以说还是有不少重要的内容的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一个智慧神符也就是经验神符 现在呢除了你吃到的这个人会有经验之外 那么本方等级最低的人同样也会获得经验 并且如果你自己是等级最低的这个人 那么倒数第二的人就会同样获得经验 换句话说现在的经验神符由原来的让一个人在游戏七分钟的时候 能够更早的到达六级这件事情上变成了让两个人可以更早的到达六级 这个版本更新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第一个大家知道现在这个版本大部分是七分钟神符的以酱油为主啊 因为为了让酱油能够更早的去升到一个六级 那么现在如果仍然是酱油去捡这个神符的话 就会有两个酱油都能够更早的升到六级 因此谁的酱油先到六 那么哪边就绝对会有巨大的优势 因为所有的酱油英雄一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他的等级比装备要重要 而且这个改动还有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如果本方的酱油来不及去抢的话 那么本方可以让一个大哥去吃 因为这样的话有一个酱油是同样可以拿到经验的 所以现在的这个比赛的节奏 尤其是前第七分钟第一个神符 七分钟和十四分钟 这两个神符的时间点和对应的关键英雄的关键等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经验神符的改动会让大家对抢符这件事情更加的重视 也就意味着现在比赛的第一波接触或者说比较明确的第一个接触的时间点就提前到了七分钟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改动 会极大的加快游戏前期的一个节奏 然后呢 繁衍的奖励又增加了一些堆叠野怪的时候呢 堆叠野怪的英雄也会获得30%的经验 这个改动其实很简单 就是鼓励大家还是让酱油去堆叠 还是让酱油去堆叠 因为现在大家知道一般来说去堆叠怪的人都变成了 尤其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兽王 兽王现在都是自己给自己堆叠 对吧 那么除了兽王以外 其他的英雄很多时候是不堆叠的 而且因为现在多了小吃街 对吧 地图四个边的这个小吃街 所以呢 现在堆叠的一个事情就很多人就不去做了 大家都强调更加强调 就是说我的酱油还是多在线上站着 但是现在堆野的英雄也会获得30%经验 跟金钱奖励的百分比相同 也就意味着 在游戏的10分钟之前 如果你能够去帮自己的队友堆一些野 那么可以极大的加快酱油到6的速度 再加上经验神服的一个改动 很有可能这个游戏现在就会变成什么呢 就会变成10分钟的时候 双酱油都到6级 甚至不到10分钟 双酱油就都可以到达6级 有这种可能性的发生 然后呢 第三个改动 痛苦魔方的反弹效果 总是会反弹对其攻击的英雄 不论是否在反弹范围内 这个改动其实特别简单 就是针对小路的 因为我们知道小路他有一个单刷魔方的方法 就是用大推推 用大推推把自己推出足够远的 推完了以后 因为他会有5次无视去攻击距离的这个攻击 那么他可以拉的非常非常非常远的距离以后 然后直接给上几标 这个魔方就直接没放 就是打他推进的那个最大伤害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或者是其他英雄类似的效果 这个就是为了针对一下这种特殊的情况 现在的英雄的附加属性点从6级可以开始学习 什么意思呢 现在你的英雄如果是1级的话 你是加不了这个黄点的 你现在需要升到6级 他这个黄点这个地方才会亮起来 你才能够去给他加一级黄点 然后这个就是这个改动 然后全才英雄的每点属性提供的攻击力 从0.6增加到0.7 比较厉害的一点是 他伴随这个这个改动呢 有一些原本就攻击力成长很高的英雄 他没砍成长 比如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紫猫 那么下一个 然后关于这个全才属性 待会等到具体英雄改动介绍 有比较有价值的英雄 我们再说 然后下一个呢 就是可购买物品和中立物品 对非英雄单位的吸血效果 从50%增加到60% 这个改动方便大家刷钱和囤野吧 我觉得应该就是 方龙之靴涨价护二增强 赤红甲涨价并且要消耗75点魔法 这个改动可以说是相当的 没有什么作用 该出还得出 他其实是削弱了很多 因为他确实涨价涨了125块钱 而且呢 还需要消耗75点魔法 这个对于很多蓝量本来就比较捉襟见肘的英雄来说的话 这个就更要要劲了 但是呢 由于赤红甲的效果没有任何的削弱 所以这个东西该出还是得出 哪怕就是你为了这75点魔法 你稍微多出一点点撑魔法的装备 你也得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或者你在中立装备上选择一个加蓝的东西 你也得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因为还是还是好使 他的属性还是厉害 勇士法一 这个玩意呢 现在也会 他这个的改动和这个的改动是一样的 就是现在长盾和勇士法一之前 这两个东西 他对于物理伤害的技能是不生效的 就是他的复加效果都是不生效的 现在对于物理伤害的技能 注意是技能也会产生一个转化魔法和吸收伤害的这么一个效果 先灵之火降了一点劲 洞察烟斗笛子这个道具是大幅减少了他的一个自带效果 然后呢还增加了蓝耗 非常的离谱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版本还在去 还在去这个削弱魔抗这个属性 我怀疑他这么削弱的话 以后真的是要是要出那种 或者是更多的 有可能会出更多的那种 就是法系的这种输出 甚至是法系以平A为主的输出 因为他现在对于这个法系 你想他现在把挑战头筋给取消了 那现在出魔抗装备的选择 就只有勇士法一和洞察烟斗这两个选择 然后洞察烟斗在这么贵的情况下 他的魔法抗性只有20% 20%是个什么概念呢 我直接买一个抗魔抖篷 就是20% 这个东西才800块钱 然后你这个洞察烟斗要3375 然后你也只有20%的一个魔法抗性 我开一个450点的魔法伤害盾 我还需要花150点蓝 还有60秒的CD 所以这个东西的改动 我觉得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小离谱 治疗指环这个道具配合先锋盾都是降了一点点的回血 然后格挡的伤害降了一点点 但是注意先锋盾降了 赤红甲肯没降 赤红甲肯没降 所以现在其实对于这个先锋盾这个道具而言 整体来说 他的这个削弱 咱们说人话 就是该出的还得出 没有任何的变化 因为你虽然减少了 但是他的基础数值足够高 近战英雄出这个仍然能挡56点伤害 然后还能有4.75的回血 该出还是得出 什么时候先锋盾这个东西不能拆了 那他出的人才会变少 他只要还能拆 以前是拆了以后 可以拿他去做狂战斧之类的东西 现在是可以直接拆了以后去做灵中心 所以该出还是会出 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然后中立装备的决斗家手套又被加强了一点 然后基本上就是之前那些不太受待见的装备 这回都加强了一轮 因为现在大家可以自己选了 所以官方更容易统计出来 哪些道具人们不爱选 然后就会去加强这些不爱选的道具 比如经济种子 勇气之光 然后可靠铁铲 颜龙林 然后围切尔之眼 蛛丝斗方 这些东西都是相应的给他去加强了一些 比较离谱的加强的 其实是三阶装备的正义之斧 这个套具的属性已经很离谱了 然后他还在加 还在加强 庞家阵列的加强挺实在的 碎裂攻击现在造成20点额外伤害 虽然这个比例不高 但是呢 碎裂攻击现在以优先以英雄作为刺激目标 这个就比较有用了 也就是说你在带着这个东西的时候 团战的时候 如果有其他的单位 你不会受到其他单位的干扰 你会优先的以英雄作为刺激目标 多少有点用吧 对于单次的高攻击力 然后高爆发这种英雄是有一定作用的 然后B甲的属性去削了一些 西约鬼 獠牙增强 我看还有哪个比较关键的 魔力剑带的攻击距离加成墙从50加到了75 这个还在加是我没想到的 因为魔力剑带其实现在已经成为了很多远程C的一个热门选择 我估计他加强这个东西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现在可能没有什么远程C 因为大家都不用远程C 所以没有人带魔力剑带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加强稍微有点不科学 稍微有一点点不科学 其他的比较关键的东西 就道具的话就没有太多了 烈士林甲魔抗增加了5% 这个东西稍微变强了一点点 其他的有特别重要的改动就没有了 然后来看一下英雄 英雄的话呢 简单来说 所有的全才英雄的初始攻击力都被削弱了 因为全才英雄他的攻击力计算公式改了 由原来的全属性乘0.6变成了全属性乘0.7 如果他不去削基础攻击力的话 那么所有的全才英雄现在初始的攻击力都会非常的逆天 所以呢 现在就是所有的全才英雄全削 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 炼金术士是一个大幅度的削弱 非常大幅度的一个削弱 尤其是他这个地精贪婪 额外金钱直接是砍掉了三分之一 直接给你砍掉了一个三分之一 所以这个东西还是有点要劲的 真的还是有点要劲的 然后呢 这个初始移速减少 大招的前期的大招的移速也减少 然后15级的天赋也给的减少了 所以炼金术士的胜率可能会受到一个非常直接的影响 因为说白了 炼金术士这个英雄 他就是一个纯靠经济和术职堆起来的英雄 脱离了经济和术职 这个英雄什么都不是 现在他的经济和他的术职全方位的被砍 这个英雄可能又要进入到一个不太受人待见的状态 然后其他比较重要的改动呢 我们在这里一点点给大家看啊 我今天其实是看了一遍的 但是我看的那个界面跟现在官方的这个界面长得不太一样 所以我多少反应有点慢 因为我需要看一下他的名字 而不能直接看头像了 混沌骑士 混沌骑士这个英雄可以给大家来详细的说一下 混沌骑士这个英雄 他的改动还是比较有效的 他的改动主要是什么呢 就是混沌之剑 他的初始伤害 一级的最低伤害从60变成了90 二级从90变成了120 也就是说这个CK他的晕这个技能 比之前要靠谱一些 就是至少他的伤害比以前要强了不少 然后混沌一击的这个技能 他的吸血又增加了一些 在天赋上面15级的天赋也加强了一点 15级的天赋呢 是原来他的那个幻象承受伤害减少75% 现在直接给提升到了100% 10级天赋的右侧 混沌一击的吸血从加25% 加到了30% 尤其是15级左侧的这个天赋啊 减100%混沌之君 伤呃 幻象承受的这个伤害 他现在的承受325% 加了这个天赋以后会变成225% 这个幻象他可就有点结实了 所以混沌骑士我们未来一段时间 是有可能能看到他的 然后其他比较重要的改动的英雄呢 我们再接着来一起看一下 那么比较值得关注的改动啊 比较值得关注的改动 我觉得是 有一个有有些人可能会说末日啊 末日的改动其实是逼着玩家在前期要把吞噬的这个技能 就是吃兵的这个技能的等级加高一点 因为之前大家经常就是加一级 加一级 然后就要那50块钱额外金钱就够了 然后现在呢 可能因为一级只有30 所以逼着大家把这个技能加高一点 不要让末日在无脑的去23对点 然后疯狂的焦土消耗 延刃消耗 然后延刃的阿哈里魔精升级的额外伤害 从150减少到了125 这个就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因为其实对于末日来说 延刃的魔精主要提升是悬晕时间加强 而不是他的伤害能够去多太多 再说了少25点 对于末日来说 你踩在他焦土里边不到一秒钟的时间 这25点伤害就补回来了 然后龙骑士的改动其实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东西 别的不说 这条 大家注意一下这条 1.7改成1.6的基础攻击间隔 这个对于一个当stay的英雄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属性 你有比别人更低的基础攻击间隔 意味着你可以堆到更高的极限攻速 也可以让你的每一点攻速 能够产生更大的价值 所以龙骑士这个英雄 在未来的比赛当中 有可能他会成为一个c位的人选 因为龙骑士其实15级有了魔精以后 他的刷前速度不慢 而且这个英雄本身战线能力不弱 然后下一个英雄是一个加强比较多的英雄 就是神牛 神牛这个英雄 神牛这个英雄的改动的就是全方位的一个加强 抬手 抬手加了 然后余震的 余震的这个悬晕时间加了 勾鹤的距离变长 你看现在他这个勾鹤的距离非常非常的长 可以从这一直打到这儿 这个勾鹤的距离是直接从1400加到了1600 这个可以说还是非常牛的一个改动 可以说是 可以看到他这个明显比以前要长了很多 而且他的抬手比以前更舒服了 你看他这个拍地板 明显你感觉他这个拍地板的速度比以前要流畅的多 他是从0.6减到了0.5秒的这个抬手 所以比之前这个神牛的手感要好了很多 悬晕时间的增加让他的一个技能容错率会增加很多 所以这个英雄我觉得是是可以的 好吧 是可以的 然后回音机的作用范围提升 伤害提升 CD减少 这个就属于是纯纯的在把他的伤害的加一波 看来这个版本的改动者 对于神牛这个英雄还是有点偏好的 讲道理的话 因为加强的都非常在点上 他不像有一些英雄的削肉或者加强他不在点上 矮人直升机的基础移速又提升了5点 这个还是有点想法的 小松鼠就是一个数值的全面提升 这个英雄本来就能登场 他现在这个全面的数值提升的话 会让大家的使用手感会更好一点 然后卡尔被加强了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首先是急速冷却的冷 这个冻结时间又改回0.4秒了 原来是0.4秒 然后伴随着7.33 所有的悬晕时间都被减少了以后 这个卡尔这个东西也被减少了 也被减少了 但是现在呢 就就又加回来了 对吧 又加回来了 所以卡尔是得到了一个巨大的加强 另外卡尔的加强不止于此 不止于此 卡尔的加强还有什么呢 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就是现在卡尔只需要有一级的雷和一级的冰 他的这个吹风就可以直接吹出1500的距离了 大家可以看到 以前卡尔的这个吹风在等级很低的时候 他的这个距离特别短 大概就到这 差不多从这到这 也就这么短 巨短的那个感觉 更早年的时候大概只能吹这么点 他现在一级就1500的距离了 也就是说你不再需要有高等级的雷 你只需要有一级的雷 你就可以踏踏实实的去打冰火卡 而且现在这个版本呢 他的陨石伤害也被增加了 陨石的直接撞击伤害和每秒的伤害 都是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加强 大家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到 陨石的撞击伤害从52到185提升到了55到220 这个伤害提升其实是不小的 因为那个陨石的撞击伤害 如果你一直在他的这个火球里边 每一下都会撞一下的话 这个伤害加起来是很离谱的 然后每秒的啄啄伤害现在也提升了 还有一个非常变态的改动 电磁脉冲达哈利文魔晶升级牵引速度 从100提升到了175 这个事儿他就有点厉害了 这个事儿他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事儿 你比如说这个在往这走 你看你弄一个魔晶 他如果没有鞋的话 他都走不出去了 如果这个时候你配合一个陨石 对吧 你比如说你往这扔一个陨石 再扔一个雷 他想往这边走 他想离开这个地方是很难离开的 达尔的这个磁暴 比风行的那个吹风 有一个更变态的点 在于风行的吹风 它是一个方向 而卡尔的这个电磁脉冲 它是一个圆心 它是以一个圆心来放这个技能 你这个时候就想往外跑 或者躲这个技能的时候 你会变得非常非常的难躲 所以卡尔的这个磁暴 以及现在只需要低等级的雷 就可以吹出很远的这个吹风 再加上高伤害的一个火球 这个英雄 他未来能够去创造出来的东西 我觉得有说法 好吧 我觉得有说法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是光法是被削弱了 全方位的削弱了一下 从数值上非常直接的一个削弱 然后军团压倒性优势的攻速 从65到140减到了50到140 这个改动对于军团的爱好者来说 不用当回事 因为现在的军团基本都是主家这个压倒性优势的 他的高等级攻速的减少 就是三级以上 因为你到了三级的时候 你的英雄才五级 你还没有 你还没有决斗呢 你有决斗的时候 你应该是有三级 他比以前只少了五点攻速 无伤大雅 满级更是一样 所以这个对于军团而言 该用还是可以用 好吧 无伤大雅该用就用 小狗是全方位的一个数值加强 然后呢 莉娜是一个全方位的数值加强 Lion也是一个数值加强 但是这个Lion的加强就 我觉得Lion的加强 其实你给他加50点施法距离 比什么都好施 真心的 你给他加50点施法距离 这个英雄一下都能上场 这个英雄现在这个 就是因为手太短了 他真的就是手太短太短太短了 所以这个英雄就非常的难用 德鲁伊的改动 狼人的改动 什么这些都是配合这个全才英雄的一个计算公式改了 所做出的一些改变 马尔斯是一个数值的加强 美杜莎得到了一个比较直白的削弱 而且他有几个削弱是非常致命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是他的魔法盾这个技能 魔法盾这个技能 我给大家再创造一个勇军出来 我把混沌骑士给他删了 创造一个勇军的美杜莎出来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 美杜莎的改动 是 二级 现在二级技能可以在英雄一级的时候学习 而不是三级 也就是说你一级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加一个二级的魔法盾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这个魔法盾 在他初始送你那一级的时候 没有了那个额外的蓝 他原来是直接送你额外魔法值的 现在是不送了 所以他现在可以允许你一级的时候直接把这个技能加上 如果你不加这个技能的话 我给大家对比一下 你如果不加这个技能的话 你的初始蓝量就是399 加了这个话有449 但是跟以前的那个200那个东西 他一比 对吧 那就差很多了 然后呢 他的一个吸收系数是直接砍了10% 从4变成了3.6 满级从4变成了3.6 所以美杜莎这个技能 这个英雄 他的一个 削弱是一个比较直接了当的一个削弱 其实到对于游戏的中后期而言 他的影响没有反而没有那么巨大 但是初期的对线 现在美杜莎比一下要好杀的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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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关于美杜莎的一个改动 然后呢 先知 先知是得到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加强 先知的一个大幅度加强 是在他的传送以后的最大层数 在前两集的时候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 满级是一样都是12层 但是前两集的时候是从三层六层变成了六层到八层 这个改动对于先知前期的一个选出来 作为线上支援的一个人选来说 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一个英雄了 再加上现在这个版本智慧神福的改动 像先知这种先天的位移这么有优势的英雄 我觉得可以考虑拿出来去开发一下了 当然这个只是我个人的一个云想法 云想法 然后这些热门英雄 最近比赛的热门英雄 基本上都是数据的一个数值上的一个削弱 石林剑式的这个虚张声势的冲刺距离 前期被砍了不少 这个对于石林剑式整体的一个使用手感 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对于他前期的一个逃生的影响也会比较大一些 当然等级稍微高一点就无所谓了 因为石林剑式的这个戳等级一般补的比较早 补的比较早 然后幸运一级的触发几率提升了2% 因为现在实在是没人加的 前期根本也没人加这个技能 所以很尴尬 幻影长谋手 现在他头毛的这个技能CD从7秒增加到了10到7秒 满级还是一样 对于猴子来说 前期对线有一点影响 但是对于他的后期来说 其实没有任何的变化 中期和后期没有任何的变化 然后瘦也是提升了一点 从数值上又给他提升了一些 很令人费解 说实话 这个英雄在最近的一届比赛里面 也是很多队伍要去扳掉的一个英雄 因为他的数值虽然一直在被削弱 但一直就很厉害 然后呢 他现在不削了 对吧 我不削了 摆烂了 我直接给你加强一波 对吧 大家快来都来抢 都来抢 然后丽丸 丽丸还在砍他烟雾的一个减甲 也就是说 现在丽丸作为大哥位 他的一个胜率还是太高了 还是要调整他的一个作为大哥位的一个能力 他没有去削弱这个烟幕不能够去让队友救人的这个特点 他没削这个东西 他没削这个东西的原因就比较简单了 就是因为丽丸现在的辅助位胜率还没有让威慑感觉到威胁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杀王 谁管他呢 然后影魔改了一点点 然后其他的比较重要的还有一个英雄是火枪 火枪这个改动我甚至有点没太理解 瞄准现在启动后提供加200公斤距离 你这真的就是看火枪这个英雄现在没有人选了 然后疯狂的去加强一下火枪手 这个英雄他现在在开启 如果你给这个火枪手出一个魔龙枪 然后你再给他去出到一个中立装备 不管你拿一个二阶的临野成功 还是选择去拿一个三阶的魔力箭袋 那么你这个时候的攻击距离本身就已经达到了一千二 一千三 对吧 一千三 你再开启这个技能以后 你的攻击距离可以直接达到一个一千五 什么概念 我站在这个地方 对吧 我站在这儿 可以A到这儿的人 我可以A到这么远 抛出一个屏幕的攻击距离 而且最关键的是配合上高攻速以后 以前的火枪配合高攻速 它经常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 我开了这个技能以后 我A人以后 这个人往后一退 我还得再往前走一步去追 而现在我原本在我的正常攻击范围内的敌人 对吧 我在开了这个技能以后 我把他推到后面去 我不用再往前走了 所以火枪手 这个英雄的使用手感 一下就上来了好多好多好多 一下真的就是上来了好多好多 然后呢 下一个英雄 比较重要的改动是白牛 白牛这个英雄改动在哪呢 就是他的最主要的一个改动啊 最主要的一个改动 就是距离挥机这个技能的移动速度 伤害提了5% 提了5%以后 他会有一个直接的变化 就是他的伤害数值 配合 蓝双刀 也就是敏捷和法伤双刀 敏捷法伤双刀以后 在不开威慑的情况下 不开威慑的情况下 只需要满级的1技能和3技能 也就是到8级以上 你只需要满级的1技能和3技能 不需要天赋 然后呢 这个时候你出一个相位鞋 加上一个蓝双刀 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C冲过去 开相位鞋 不用开威慑 不用开二技能的情况下 你可以撞598的血量 598的血量 就撞普通单位 普通单位 可以撞598 598什么概念 兵线初始的这个近战兵 他的血量是550 然后每7分半 然后7分半的时候 他成长12 换句话说呢 就是他白牛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面 包括到现在 大家可以看一下游戏时间 现在是29分半 这个近战兵的血量只有586 而这个血量 对于白牛来说 就是一个冲 加上一个相位鞋的事 这一个兵线就没了 知道吧 这一组兵线就没了 所以白牛的这种相位鞋 加蓝双刀的这种白牛 我跟大家说 百分之百会冲出江湖 而且他会很厉害 因为他清兵太快了 这个玩意儿 就没道理的 你知道吗 而且成本起底 你看这个兵线就没了 冲过来就没了 而且就算是这个兵线继续升级 你买个鞋垫就行了 你知道吧 他更离谱的就是在这儿 兵线继续升级 你兵线的血量超过598了 你到600出头了 我买个鞋垫就可以了 如果我买个鞋垫还不够的话 我开个威吓就可以了 我甚至一级的威吓就够了 所以白牛这个英雄 现在是真的可以 完全完全可以开发出来 然后继续像以前那样 去当成一个主力位的一个英雄 去用 他刷钱的速度一下都回去了 就这个改动 非常的离谱 非常非常的离谱 要知道白牛这个英雄 一旦有钱了以后 他真的是满场追着你 追着你转 也非常推荐大家 可以现在开始去尝试一下 这个英雄了 成本很低 一个橡胃鞋 1500块钱 一个双刀 4000块钱 加起来5000多块钱的成本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买一个鞋垫 你加一级威吓 你其实很早就可以开始去清明线了 这个是关于白牛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改动 然后现在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削弱的英雄 比较大削弱的英雄 在这个版本里面 我觉得是一个 可能马上就不会有太多人去玩了命用他的一个英雄 就是这个货 上个版本 这个英雄 他是一个对于BKB单位极大的收益者 就是他之前可以换血 但现在不能换了 上个版本 大家知道 他可以去换BKB单位 虽然对方的血量不会变 但是你的血量会变成对方的血量 这个就导致TB在上个版本当中 是不怕对方有BKB冲脸的 你冲过来 我大不了 就是我 你把我打仓 我跟你换血 但是现在这个版本就不行了 对吧 不行了 就是这条 就是这条 然后再有下一个比较重要的改动 子猫是一个数据的全方位削弱 因为他在这个版本里面 太强势了 他的这个数值太强势了 所以把他的数值是一个全方位的削弱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改动的英雄 我好像还没有说到 我看一下是 没有遗漏了 没有遗漏了 比较重要的改动的英雄都说完了 行吧 那这个基本上 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就给大家说到这里 然后回过头来再说一下 关于这个版本整体的一个变化的一个前瞻 和我的一些预测吧 就是这个版本 他的一些改动呢 主要围绕着 还是去强化一些功能性很强 但是之前比赛里面没有什么人用的英雄 然后呢 对于那些在当前版本比较强势的英雄呢 只是做了一些数值上的削弱 当然像炼金这种 这个就属于 因为炼金有的只有数值 然后你砍了他的数值 然后这个英雄就 就会很尴尬 对吧 很尴尬 然后对美杜莎的削弱 中后期影响不大 但是前期对线 现在大家不用担心这个美杜莎打不死了 现在美杜莎出击对线的时候比以前要弱得多 那么其他的加强就都属于是我觉得还算比较不错的 尤其是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几个英雄 就是大家可以尝试开始练的 一个是CK 一个是CK 一个是卡尔 一个是白牛 一个是火枪 这四个英雄都是我推荐大家可以开始尝试去练 如果你以前拿他是绝活的话 那么你现在拿他出来去打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英雄应该是比以前要好用一些 那至于他的胜率在这个版本的 在过几天 他的胜率能不能够如同预期一样提上了 这个我们不好说 但是他一定是比以前要好用的多的 尤其是这个祸 这个祸和这个祸 这三个人绝对是比之前的版本要好用的多的多的人 然后至于CK这个英雄 原本用他的人就不是特别多 他的属性改动 我只能说就是改动的给的很良心 但是当面对现在这个版本的一个节奏来说 他到底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 我们现在没法给大家一个预期 好了 那这期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里吧 说的稍微有一些啰嗦 主要是因为想 还是把我自己的一些想法直接融入进去 当然这个东西会有一定的错误的地方 难免会有些错误的地方 因为咱们还没有去实际的测试 只是一个云评测 那么后面也会给大家逐渐的开始去找一找第一视角 另外值得说一句 就是明天5月14号就要开始西欧赛区的比赛了 那么西欧赛区和中国赛区这节比赛 我应该都会尝试着去播一播 因为从日期上来说不冲突 但是从经历上来说 我可能不一定能覆盖的到 我会尽力 好吧 那么感谢各位观众大佬的收看和支持 咱们下期节目见 么么哒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